嗨,大家好,欢迎来到Beautiful Manorin的故事时间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画皮》,作者是蒲松林 蒲松林是中国清代著名的小说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小说叫《聊斋之义》 《画皮》就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 《聊斋之义》讲的都是一些鬼故事 现在我们就跟随《画皮》这个故事 听一听中国的鬼和西方的鬼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发email给我 syan.beautifulmandarin.com 我们可以发给你这个故事的文本和拼音 We will send you the pdf of the story with the拼音 and characters Now let's get started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太原的王生清晨早起赶路 遇到一个女子 怀里抱着个包袱 独自在路上奔跑 露出很吃力的样子 王生急忙赶上一看 是一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子 王生心中很爱慕她 问道 你怎么天不亮就独自一人赶路 女子说 你一个走路的人 又不能解除别人的愁闷 问我干什么 王生说 你有什么忧愁 如果我能效力 绝不推辞 女子很悲伤地说 父母敛财 把我卖给一家有钱人家做小老婆 那家的大老婆非常戒恨我 每天早上骂晚上打 折磨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想逃到远处去 王生问 你要到哪里去 女子说 逃亡的人 哪有一定的去处 王生说 我家离这里不远 就委屈你 到我家去吧 女子听了很高兴 答应了 王生替她背着包袱 顶着她一块儿回家 女子进了门 看到屋里没人 问 先生怎么没有家口 王生回答说 这是我的书房 女子说 这地方很好 你如果可怜我 想救我 就要保守秘密 别让别人知道 王生答应了 于是 二人便睡在了一处 女子藏在书房里 过了许多天 也没人知道 王生把这事 稍微向妻子沉室 露了点风 妻子怀疑 这女子是大户人家的陪嫁女 劝王生打发她走 王生不听 有一天 王生偶然到集市上 遇见一位道士 道士看见王生 露出很惊愕的样子 问道 你遇到什么了 王生回答说 没遇到什么了 道士说 你周身邪气围绕 怎么说没有 王生又竭力辩白 道士只好走了 说 真蠢啊 世上竟有死到临头 还不醒悟的人 王生听了道士的话 很诧异 不禁怀疑起那个女子 转眼一想 明明明是个美妙女郎 怎么会是妖怪 肯定是道士 要假借 震邪 去灾 骗饭 是 不一会儿 来到书房门口 发现 门从里面关着 进不去 王生 心中疑虑 便从墙缺处 跳进院子 建房门 也紧紧关着 他就悄悄地 靠近窗口 往里瞧 只见一个 猙獰的恶鬼 面色轻绿 撕着锯齿般的尖牙 拿着彩笔 正在往一张 铺在床上的人皮上 绘画 画完后 恶鬼扔掉彩笔 举起人皮 像抖衣服那样 抖了抖 披在了身上 就立即 变成了个女子 王生 见此情景 恐惧万分 像狗一样 悄悄地 爬了出来 急忙去追赶道士 可道士 已经不知哪里去了 王生到处寻找 最后 在野外 碰见道士 王生 直挺挺地 跪在地上 求道士搭救 道士说 让我替你赶走 他吧 这东西 也费了不少苦心 才找到个替身 我也不忍心 伤害他的性命 说完 把一柄浮尘 交给王生 叫王生 挂在卧室门上 临别时 道士约他 第二天 在清帝庙会见 王生回到家 不敢寄书房 就睡到妻子屋里 把浮尘 挂到门上 到一更时 王生 听到门外 有动静 自己不敢去看 叫妻子 从门缝里瞧瞧 只见一个女子 走过来 女子 看见房门上的浮尘 不敢进来 站在门外 气得咬牙切齿 过了很久 才离去 不一会儿 女子又回来了 骂着说 道士吓唬我 总不能把吃到嘴里的东西 再吐出来吧 说着 摘下浮尘 弄得粉碎 打破房门来到屋里 静止 蹬上王生的床 撕裂开王生的肚腐 抓出心来 捧着走了 王生的妻子 大声哭叫 女仆听到声音进来 用灯一照 王生 已经死了 到处 溅满了污血 尘世吓得 不敢哭出声 直躺眼泪 第二天 尘世让弟弟二郎 跑去告诉道士 道士发怒地说 我本来可怜他 鬼东西 竟敢这样 就跟着二郎来到家 那女子 那女子 已不知道 哪里去了 道士 抬头四下 看了看说 幸亏 梅桃源 问 男院 是谁家 二郎说 是我的住处 道士说 那鬼 在你家 二郎 吃了一惊 认为 不在他家 道士 问他说 你家 可曾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 二郎回答说 我一早 就到清帝庙去了 实在不知道 等我回家问问 去了不多时 又返回来说 果然有这事 早晨 有一个老妇人来过 她想给我家 当仆人 操持家务 我妻子留下了她 现在还在家中 道士说 就是这个东西 于是 同二郎一块 去了南院 进了院子 道士 手握一把木剑 站在院当中 大声喝道 孽障 陪我的扶尘来 那老妇人在屋里 吓得惊慌失措 面无血色 窜出门 想逃 道士追赶上 一剑砍去 老妇人倒在地上 身上的皮 哗的一声 脱落下来 变成了一个恶鬼 躺在那里 像猪一样的 嗷叫着 道士 用木剑 砍下恶鬼的头 鬼的身子 化成一股浓烟 在地上 悬成一堆 道士 取出一个葫芦 拔下筛子 放在烟中 只听 嗖嗖的 像吸气一样 眨眼间 浓烟 便都被吸进 葫芦里去了 道士 把葫芦口塞延 装进口袋里 大家 看那张人皮 每一眼 手脚 一样不缺 道士 卷起人皮 发出 像卷化轴一样的声音 也装在口袋里 便告辞要走 臣氏 迎门跪拜着 哭求道士 救活亡生 道士 推辞 无能为力 臣氏更悲伤了 趴在地上 不起来 道士 沉思了一会儿 说 我法术浅薄 确实 不能起死回生 我只给你一人 他或许 能救活你丈夫 你去求他 肯定会有办法 臣氏问 是什么人 道士说 集市上有个疯子 时常躺在粪堆里 你去求他试试 他若侮辱你 你也不要生气 二郎也听说过 这个疯子 于是告别了道士 同臣氏 一块儿去了 到了集市上 见一个疯乞丐 在路上 颠颠倒倒地唱着歌 拖着三尺长的鼻涕 脏得让人不敢靠近 陈氏 陈氏跪着爬到他跟前 疯子笑着说 美人喜欢我吗 陈氏讲了缘故 疯子又大笑着说 人人都可以做丈夫 何必非得救活他 陈氏苦苦哀求 疯子叫道 怪灾 人死了 求我救活他 我是阎王爷吗 生气地 用木棒打陈氏 陈氏忍痛挨打 集市上的人 渐渐围拢过来 像堵墙一样围着他 疯子咳了口弹 吐了满满一把 举到陈氏面前说 吃了他 陈氏脸上的通红 面有蓝色 继而又想到 道士的嘱咐 指的硬着头皮吃了 咽到喉咙中 觉得像团棉絮 鸡里咕噜咽下去 最后堵在了胸口间 疯子大声笑着说 美人喜欢我哟 接着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氏在后面跟着 见他走进庙里 陈氏进去一看 不知道哪里去了 前前后后 仔细搜寻 竟能一边踪影 陈氏又残恨 又羞愧地回去了 回家后 陈氏既痛心丈夫死得惨 又悔恨吞痰的羞辱 哭得前仰后台 只求一死 他想给丈夫擦洗血污 收拾入关 家里人都远远地站着看 没有敢靠近的 陈氏抱着丈夫的尸体 收拾肠子 一边收拾一边哭 哭得生死里结 忽然想呕吐 觉得胸中那块堵着的东西 猛劲冲出来 来不及回头 已经掉进丈夫的腹腔中 陈氏吃惊地一看 原来是颗人心 在腹腔中突突地跳动 热气蒸腾像冒烟一样 陈氏大为惊异 急忙用两手合起丈夫的腹腔 用尽力气挤抱着 稍一松劲 就有热气从缝中冒出来 于是他便撕了幅仇子捆扎起来 用手抚摸着尸体 觉得渐渐温暖起来 又盖上被子 半夜里打开被子一看 鼻中有了气息 天亮后 王生竟然活了 自己说 恍恍惚惚地像做了长梦 只觉得肚子隐隐约约有点痛 看看原来的伤口 结了个铜钱大的家 不久就全好了 好 这就是话题的故事 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如果你也想读这个文本 请发email给我 syan at beautifulmandarin.com We will give you the PDF file 下一次我们会讲 聊斋之意里的另一个故事 We will tell another story of Liaojian Zhiyyi Hope you like it If you like our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 here Turn on the bell So you won't miss any story See you next time Zaijian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